月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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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這個影片會和大家談談 我們在這星期會吃甚麼的早餐 這些早餐也很方便 大概15分鐘便會完成 很適合上班上學之前可以做麵食 今次做墨西哥餡餅的材料很簡單 首先有車來茄 已經切碎了和分量滿 另外還有這隻是罐頭吞拿魚 其實你想用什麼食材放進去都無所謂 因為我家裡有吞拿魚 我就貪方便 所以我就用罐頭吞拿魚 如果你是家裡有肉醬 你是用肉醬也可以的 首先就把罐頭吞拿魚放在其中一碗的車尼卡一邊 我就會用Grid yogurt去代替Mail 拌下去就做了一坨吞拿魚醬就可以了 另一半的車尼卡我就會加牛油果 做一個牛油果醬 就是給你點這個墨西哥的餅 其實兩碗醬都拌好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開始煮的了 所以其實時間是很快的做這個 等它的鑊輕輕熱了就可以放一塊墨西哥餅下去 先烘一烘熱它 放完芝士之後就可以把它折起來了 這個時間煎至兩邊都是金黃色 而且都硬了的時候就可以把它上碟 搞定完成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快的早餐 今天要做的這個早餐是甜食 我準備的這個沙拉多就是之前在學校做的 都還沒吃完 因為之前做的麵包實在有太多 所以全部都放在冰箱裡放進去 然後放在沙拉多麵包 大家都看到有些奶製品在這裡 因為這邊買奶製品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我的早餐很多都會有乳酪 會有芝士在裡面的 這個recorder芝士我會放在沙拉多麵包裡一起吃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蜜糖和recorder芝士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在香港的recorder芝士 我吃過一次之後就覺得實在太好吃了 其實自己做的很簡單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做來吃 回味回味道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我第一次吃過之後 就是這樣把它拌勻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把它拌勻在一起就可以了 下一步就是把它拌勻在麵包裡 這樣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說你上班很忙很趕的話 任何一個快一點的方法可以吃到早餐呢 都有的 那你就可以把recorder芝士和蜜糖 早一晚混在一起 然後放在冰箱裡 第二天的早上好像茶果醬這樣 塗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就不會一次過做太多 因為始終這些乳製品會比較容易壞 然後你就做回你要吃的份量就好了 就不要做太多了 好 放在藍莓上面 就完成了 那就是一個很好吃的早餐 早晨 今天來到第三天 今天的早餐就是 生果 那當然不是啦 你現在看到雖然有很多生果在那裡 但是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Overnight Oat Milk 我昨晚已經預備好這個麥皮 我是用這個圓片的麥皮 所以它就要冷一晚 我的口感會比較好 那這個麥皮裡面呢 當然就有麥皮 然後有Chiya Seed 因為我是很少喝牛奶的 所以我就放了菅果奶 和乳酪下去 那混在一起 放在冰箱裡 冷一晚就可以了 那到今天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那所以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早餐 那這個是一個Base 那如果你是想加一些好好粉 或者加一些肉桂粉 都可以的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這樣拌了 味道上會豐富一點 那裝了它出來 面上就可以放一些水果上去 擺盤就可以吃得了 那這個早餐是很快的 你放一些水果上去 那其實不用五分鐘就完成了 放一些想要的材料上去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就看你想吃什麼材料 就可以自己加上去 搞定 早晨 今天就轉口味做些鹹的早餐 還有今天材料有蘑菇 然後有香菇 菠菜 還有今天的主角 雞蛋 首先把切碎的蘑菇炒香 今次的做法 就是把所有配料炒香 然後加入蛋漿 在炒蘑菇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預備蛋漿 現在看到蘑菇炒到七七八八 就可以加入菠菜一起炒熟 如果怕只有兩隻雞蛋太稠 可以加少許奶去稀釋 蘑菇和菠菜一起炒熟 蘑菇和菠菜一起炒熟 最後才加些沙拉米 因為我們只用它的香味 而且它本身是全熟的 所以也不用炒太久 最後加上少許芝士 和剛才已經炒好的材料 倒入蛋漿裡面拌勻就可以了 現在就可以蓋上蓋子 焗大約一至兩分鐘 讓它可以快一點點熟 現在可以蓋上蓋子 讓它可以快一點點熟 現在過了大約一分多鐘 其實蛋中間還未凝固 會有一點水汪汪的 但它的邊已經開始熟 所以我們就可以蓋上蓋子 焗多30秒左右 讓它中間可以再熟 好了 其實現在整個蛋餅 但它已經有七成熟 我們就可以反面煎一煎 因為底部已經熟了 現在就讓它煎很容易煎 今天來到最後一次的早餐分享 看到这里有些大多数是现成的东西 因为我今天要做的就是 全日午餐 这个其实没什么技巧可言 只不过把小东西砌一碟而已 但因为这段影片想记录一下我五天的早餐 所以我也拍了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也很好吃的这个早餐 不过相对来说就没有技术可言的这个早餐 首先就会先处理了蘑菇 我就会做一个炒蘑菇 另外就会有牛油果 然后就煎双蛋 还有就加上刚才大家看到的可以即食的汤和芝士 那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早餐来的 因为我今天是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 才可以做一个这么丰富的早餐 如果平时很趕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好像我早两天这样 做些很即食的东西 好 那些菇搞定就可以处理了牛油果了 这个就转头上碟再炒出来了 那我就会煎了蛋 因为我比较烂 所以我不想洗 那我就会煎了蛋 煎完蛋糕锅是干净 我才会用牛油炒蘑菇 OK 煎完蛋糕锅 就可以用来炒蘑菇了 因为我打算它更香 所以我就切少许蒜头 所以蘑菇的香味就会好些 煮干水就可以 因为菇会出水 看到没什么汁就可以了 因为我免得它的蘑菇炒到水汪汪的 好 搞定两个要开炉做的东西了 最后就是组装就可以了 首先可以先放芝士和羊 其实带芝士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组装的步骤 你想怎样放都可以 好 我的早餐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了 把所有东西齐在碟上就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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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